作曲 初音乐 哈喽大家好我是苏森 今天的影片是一个新的单元 这次的单元我就把它取叫 因为每次我问问题啊 然后大家都会满喜欢我分享的一些心灵鸡汤 然后我也是一个很山霸的人 我也是很喜欢分享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些观点这样子 所以我就打算开这个系列 然后我也希望这个系列是长久的啦 就是可以跟大家互动啊这样子 所以我就有在考虑这个单元呢 要做一个月一次耶 还是两个月一次这样子 因为如果是做一个月一次哦 我就不要担心我要拍什么了 然后开这个系列我就觉得 我所有的回答 只供参考哦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答案 然后我的看法也会跟大家不一样 我很爱喝咖啡 我就觉得每一天喝咖啡 就是我每一天人生的开始 可是有一些人就觉得 喝咖啡对身体不好啦 然后不喜欢咖啡的味道啦 闻到咖啡的味道就想吐 看法不同不代表是错的 就希望各位是理性的去吸收啦 所以就尽量大可能的 都是正面分享 那如果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大家看看不同的看法 让别人可以有更多的参考 大家还是喜欢都是正面的留言啦 这些问题都是我在IG发story 能问大家 如果你想参与这个系列的话 就关注我的Instagram 然后会不定时的发问问题啦 得我们现在就开始啦 怎么样才可以不要理别人的事 让他自生自灭 因为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然后我知道你要问的 应该就是大学的问题 我在跟你一样的时期 我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很纠结 你要是现在是大学生的话 会面临很多 课程啊 分组啊 活动啊这些 然后都是需要分数啊 会被当啊 之类的 我自己以前是这样子吸收的 因为他们都讲 大学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我自己也觉得 assignment啊 功课这些都是一个责任 如果你一直去替别人完成他的责任 你会无心中的害咬他 我自己这样觉得啦 在找钱的时候 我也是很软的一个人 所以到了之后 我就比较开始硬起来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需要面对的啦 如果你一直在帮助他们的话 他们永远不会成长 所以我是建议你 Let go 就让他自己去自生自灭啦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是 是好人 如果今天真的是毕业了 出社会的话 难道你还可以去帮他 负起这个责任吗 不可以嘛 对吗 下一个问题 觉得同学只有在需要帮忙的时候 才来找我该怎么办 嗯 这个问题的话 你要看你这个人是 面对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决定 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很被需要 觉得很开心 愿意帮忙 如果你觉得你对这件事情不平衡的话 不想帮忙的话 就不想帮忙 因为我觉得 我帮你是人情 不帮你是道理 我觉得这个是 每个人都 懂的吧 就看你是 enjoy在帮忙人家 还是 你希望是同等的利益 很多时候发生很多自己 不能控制不想 他发生的事情 然后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觉得很无助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 自己 没有办法掌控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 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发生 或者是去预测 如果你今天遇到这种事情 你就觉得很无助的话 那么未来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那你不是会很 我觉得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啊 如何在很累的时候坚持做自己 喜欢或想做的事情 很累的时候不管你多喜欢你都会去完成它啦 如果是想做的话 比较容易会被累而影响 像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没有这么喜欢运动 或者是说我觉得运动很累 我会坚持去做运动 会有一直去健身房 我了解自己是一个答应别人了 就不会去反悔的人 可能我去找我的健身教练 然后我跟他安排好我的时间 只要安排到时间 我就一定会到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答应好他时间 然后我不去的话 我会浪费他的时间 所以无心中也就去坚持了 我可能不想运动这件事情 你可以试着去了解你自己可能有什么 呃... 那叫什么呢? 啊 你可以试着去了解你自己 可能无心中的优点 然后可能去加强它吧 这样子给你做一个参考 去台湾留学的时候 是一个人去了吗? 想去台湾留学 可是怕自己一个人应付不来高中的时候 我就很想 一直很向往去台湾念书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自己批判不批判来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蛮独立的一个人 毕竟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的话 我就会保证自己会没有问题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喜欢解决问题的人 所以我今天遇到问题的话 我是会去努力解决它啦 所以我不会有怕自己应付不来这种的问题 我觉得来大学念书是一个蛮挑战的事情啦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也可以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我觉得蛮多事情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我目前没有觉得哪一件事情是很困扰我的 我觉得不需要怕啦 最近一直莫名奇妙的不开心 真的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很常收到这样子的留言 就是到底要怎么开心哦 最近开心不起来啊 或者是为什么我可以那么 一直看到我开心心这样子 可是我也是有不开心的时候 不是24小时都那么开心的 如果你真的今天不开心 那么你就让他不开心 不要一直去强迫自己 我要很开心很开心这样子 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一直强迫要自己开心的话 你会越来越压抑自己啊 我自己是不开心的时候 就不开心咯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去释放你的那个不开心 坚持他 不是坚持他 不要去勉强自己 一定要很开心啊 没有关系的 可以好好的 享受那个不开心啊 像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个人安静的时候 那么我就不讲话 没关系的嘛 你可以做什么 你要做的事情 你不需要天天开心的 没有人一定要天天快乐的 没有一个人是一定要天天乐观的 你就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yes 下一个 跟感觉选朋友对吗 不和不开心就拉倒 是固执还是组件 我不太会勉强自己 跟某些人 一定要做为朋友这样 就很像我前面讲的例子 可能我很喜欢咖啡 他不喜欢咖啡 那他不喜欢咖啡是没有错的 我希望是自己交朋友 是很舒服 不会有顾虑 我也不会很紧张的那种 如果我们做不成朋友啊 绝对不是你有问题 只是我们不适合 如果今天 你身边都还有 你的朋友在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绝对是因为我们 不适合才做不成朋友 不是因为 你不好 而我们做不成朋友 很棒 讲解的非常完美 我觉得这个影片 很好的是 可以训练我的表达 我自己表达其实不是很好 但如果今天我表达的 你们明白的话 代表 我正在禁锢了 总是不会拒绝朋友 怕他们生气 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 如果今天你的朋友了解你的话 他是不会勉强你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拒绝他们的话 我觉得身为朋友的我呢 是会理解的 如果他们不能理解你的话 那我就觉得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可能理念不同 性格不合 就觉得没有必要勉强了 这样子会不会 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成为朋友 因为我觉得朋友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元素 今天我们不舒服的话 可以尝试沟通 都理解的话 我真的觉得 还可以继续做朋友 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你不理解我的不舒服 然后一直有拉扯在的话 我觉得那样太辛苦了 我们就 不 什么话了 那那 用个谚语叫什么 不 同 不 不 不同 不同到何而不相为谋 是这样吗 拍影片拍到去找谷歌是怎么回事 啊 是不同到不何而不相为谋 这意思是呢 意思是如果大家彼此信念不一样 之相不同 那就没有必要一起谋事 总而言之就是 我们还是朋友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不要一起做事会比较好 好 这样子就不会上感情啦 诶 哇 Google万能啦 棒棒 善用Google ok 父母认为你这件事情不会成功啊 浪费时间 但是他们没有再走你的路 他们不了解你的环境 但是你今天做了一个成果给他们的话 他们又会不一样的想法 可能你可以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会鼓励你去做坚持你的事情 因为是我我也会这样子 如果因为个人感情因素而放弃自己多年的出国留学生造的梦想 多年后会不会后悔呢 你问我多年后你会不会后悔 如果你有考虑你会不会后悔 这一点代表你有可能会后悔 我的话我是不会做任何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啦 不知道你是因为爱情友谊还是父母 我会坚持啊 我会坚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毕竟那是你的梦想 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办法去追逐他的梦想吗 梦想耶 很多人都是得不到这个梦想 而你今天有机会了 已经抓住你梦想的机会的话 我是建议你去做啦 朋友都觉得我的梦想是一个玩笑怎么办 我从来都不会去阻止或者去嘲笑一个人的梦想 因为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没有情商 是这样讲吗 很没有情商的一件事情 我是建议你做一个耳聋的青蛙 这故事我觉得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可能你没有听过我就分享给你听 有一次青蛙群就举办了一个高塔比赛 谁要是可以爬上这个铁塔的塔顶 谁就是赢家 然后比赛开始了 所有的群众都是围着铁塔看比赛 然后一边看就会一边很大声的讲啊 这个塔太高啦 他们肯定到达不了的 然后一些人就讲不可能啦 这个这样难 然后很多青蛙听了觉得 啊是不是真的这么难 然后全部人就觉得不要比赛了啦 很累 然后当时还是有不少青蛙努力的爬 可是围观的人还是在讲不可能啦 你可能爬到顶 这件事情太难了 怎么可能做得到 这时候就越来越多青蛙退组比赛 只剩下一只青蛙一直爬 一直爬 一直爬 虽然旁边的观众还是继续讲 哎呀很难啦不可能啦 他不可能做到的 他继续继续的往上爬 最后这个青蛙爬到了塔顶上 然后他下来之后哦 全部人都 哇你好棒 然后就一直很想知道他到底是怎样做到的 然后才发现这个青蛙原来他是耳聋的 根本听不到旁边的人在跟他讲什么 所以很多事情咧就是我们很有梦想 然后但是旁边的人一直会去讲我们做不到啊 本来可能都变得不可能做到 我今天你的梦想被嘲笑了哦 不要理他们 我们一起做那个耳聋的青蛙 好的今天就回答到这里 这森林辅导呢 就真的只是解决一个大家的问题 我不会回答任何关于我的Q&A啊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Q&A 我希望你们用最简短的话来提问 有些人会很长 然后我post到来哦 这个萤幕应该是看不到我哦 而且也太长 所以就尽量大家用最简短的话来去 告诉我一下目前的问题啦 底下你们可以留言一些看法 或者是想要跟哪一个问题的人对话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拜拜